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紫园 敢亲国太子哥哥 属实厉害呀 我当时听说 这儿有个女土匪要抢占你 我想着 这世上有比我更泼辣之人 这得见识见识啊 没想到 居然是你 那我自然还是比不上安宁公主啊 当时一入京 就来到这林香楼非要跟我打架 那好恒作派 我自愧不如啊 那日打得可真痛快 自打后 便没这般了 那要我说作派啊 还得看我们太子殿下 就太子殿下下江南那几番作为 虽然我们去 但只是听闻 那都让人神亡 面对那么多失控的难民 临危不来 确实勇猛 殿下 太子哥哥 殿下 您受苦了吧 您有什么想吃的 回府上我给您做 我没事 都瘦成这个样子了 还说没事 我真没事 我真没事 倒是你啊 我听说 你是自个儿逃出来的 臭小子 没有白费我的教诲 那是当然 也不看看 我是在谁身边长大的 是 怎么了 无事 走吧 好 好 紫月 那日在花园山顶 我知道 你与我一样都不愿离开 我就算不离开京城半步 你我也永远都无法并肩 我们之间隔着太多 承载太多 殿下心如明镜 早就知道今日的结局了不是吗 没错 正是因为无比情形 不能阻止 所以那日在谷底 我才舅舅不愿停下 也不愿离开 既然那夜殿下没有停下 那往后也别再停下 殿下许诺的清平盛事 紫月正等着看了 紫月 你我这一辈子 可能都不能再讲了 我在这里祝你 今后每一年生辰 都安康 喜乐 我希望你能留在京城 我希望你能留在京城 但我知道 这是不可能的了 毕竟京城对于你来说 不是什么值得留恋的地方 紫月 我会向陛下请旨 免征靖南三年赴税 等你回到那里 便可带着靖南的百姓 一起重现昔日光景 那我便替着靖南的百姓 感谢太子的大恩大德 但这并不是对他们的恩惠 而是一种补偿 可是即便如此 这些补偿也不能弥补他们 失去至亲的痛苦 此事与你无关 你不必接缓 我只是希望 不会再发生 当年那般事情 你也要记得 你在秦南山下的誓言 你说过你会做一个 政治清明 一心为百姓的太子 如此才能付得起 八万终会 却不敢忘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